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安倍最近很闹心,森友丑闻动摇了指整根基,美国又在自贸协定问题上,施加巨大压力,日方一直想掺和邻国的核岛问题却找不到门, 就连对抗带路倡议的标杆工程也出了问题,根据媒体报道,日本在土耳其承包的一个大型基建项目有搁浅的危险,五年前,日方成功于土耳其签署出口四座和反应堆的合同,当时承诺要在十年后,让一号机组启动发电,以此庆贺土耳其建国一百周年,如今事情发生变化,出于安全的考虑,建设成本上升到五万亿日元。 约合四五零亿美元,而当初预想的总投入是两万亿日元,足足超出了百分之一百五十,土耳其不干了,要压缩投资,但日本人办事认真,也不敢在核电工程上,出现任何马虎,生怕出现一点差池,毕竟辅导的教训太深刻。 于是,双方在价格上谈崩了,日本和土耳其都想黑吃黑,日方的计划恐怕是放长线钓大鱼,本来这个工程百分之三十的玉算是由企业出资,剩下百分之七十,由日本的银行贷款。 计划项目建成后,靠收电费来回本核盈利,而土耳其也是出了名的不守信用,土耳其嘴上嚷嚷要买老母基庆客,实际上最多只买的起一瓶酱油,其余的只能分期付款,还不愿意掏利息。 这回借助成本大幅上涨,当然更有话说,公开要延长研究期限,实际就是想逼迫日方让步,尽管工程已经将在这里。 但土耳其很有信心,因为日本不仅把这种基建工程当成经济、增长战略的支柱之一,更要靠争夺这些工程来对抗东亚大伯提出的带路倡议,土耳其看来是吃定了日本。 众所周知,虽然本国弹核色变,而且自2011年3到11大地震以来也基本冻结了新的项目,但日本数十年来耗费巨资培养的人才、鸡类的技术、研制的装备不能统统作废,因此必须向海外扩展,寻求新的工程。 由于急躁于冒进,日本已经在越南折挤。2016年11月22日,越南宣布放弃发展本国核能,理由就是电力需求年增长率的测算值需高,比实际需求多出10%左右。 这样一来,越南就名正言顺地,以财政紧张为由,宣布放弃从日本进口、核电、设施的计划。 日本眼睁睁地看住100亿美元的大工程,就这么化为乌有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 日本似乎不懂这个道理,大概,二个月前,印尼亚加达莫隆高碟项目暂时陷入停滞,总统佐科则呈手下彻查动工两年进展缓慢的原因。 印尼方面也坦诚,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,可日媒却极尽嘲讽,陷入幸灾乐祸的狂欢中,甚至有日本漫画家创做了一系列作品,描绘佐科向安被贵求援助的虚构场景, 激起印尼方面的抗议与不满,日方只能道歉,日本一直把雅墨高碟视为主熟的鸭子,结果看到最后拿到这个工程的是中企,因此一直耿耿于怀,将原因归咎于印尼的建立妄议,贪图中企便宜50%的报价。 探克认为,在面对利益时,很少有国家还能保持身世,流氓才是这个国际体系的通行政,而在对外承建基础设施工程时,要做好充足的准备,包括各种预案,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 基建工程的周期,长达数年,乃至十数年,这期间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,最后的造价必然要高于预算,这是必须要处理的问题。 以日本在2016年底拿下的印尼亚加达四水的跌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来说,730公里的线路,自然要留有一架的余地,但日方似乎是因为争夺亚末高跌失利而留下了心理阴影,因此报价不高,拿到工程后才发现建造费用计增到原计划的四倍。 当然,印尼方面要负很大的责任,因为随意更改建设要求和缩短工期,是非常断失和业余的表现,但以印尼的工业水平和经验,做出很外行的决定也并不意外,延长亚末高跌线路就与之类似,安倍政权最大的问题在于,不应该为了搅局,而故意压低价格,不应该为了对抗带路倡议,而恶意竞争,甚至喊出即使赔钱, 也要拿下工程的口号,多行不易,最后被土耳其这种流氓国家教训了吧,安倍也没辙没辙的,就剩闹心了吧,赢得比输还难看,日本这次算是背上了包袱,本来,即使一切平稳无事,土耳其也会寻机,会找茬儿的,这个国家,就不是省油的灯,现在土耳其的态度,更是愈发抢硬,你日本不愿意接这个工程,有的是国家愿意接, 如果安倍反悔,土耳其可不会返害日本的前期投入,看看东亚大国的一个航母,可经过土耳其控制的黑海海峡,付出了什么代价,就知道这个中等强国,可以流氓到什么地步,日本这次可真是进坑了,随住教训越来越多,有能力争夺基建工程的国家,必然会左下来谈判, 当然,在这之前要让日本肠道足够多的苦头,玩,住,本文系海外探客,原来,